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3年1月21日 切尔达挥军攻城掠地 西班牙甲祖联赛周六凌晨上演独角戏 届时切尔达将会做客马略卡 M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马略卡遭遇两连败 反观切尔达近况稳定 对比之下切尔达此行更具胜机 马略卡最近五场各项赛事 仅仅在华拉杜烈身上斩获了一场胜利 其余四战常规时间段内 不过是取得一和三负之糟糕战绩 其中西班牙杯第三圈面对低阻别球队 邦特维德拉时甚至要和对手战至加时才分出胜负 然而在第四圈面对西甲前三的黄苏 球队最终遭到零封止步于此 更为糟糕的是 马略卡近期进攻端并不理想 除了击败华拉杜烈一亿阿比当 伯拉斯攻入过一球之外 他们最近四场没有取胜的场次军石百果 这样的表现十分符合他们经济军场 仅攻入0.82球的军场入球数 毫无疑问 头号的分手维德特梅里基需要踢得更好 有见及此 马略卡士一即使主场出击 迎波前景一不被宽好 阵容方面 阵中第二得分手李康仁被罚停赛 虽然切尔达在10月中到11月上旬的这一段时间内 曾经历过六轮联赛输无偿的糟糕表现 但从11月中战和华丽简奴开始 切尔达的发挥相对平稳 连同友谊赛在内 球队最近八场各项赛是法定时间内取得三胜五合的不败战绩 其中进攻端更曾试过连场攻入三球的出色发挥 其中八场比赛单场最多支持一球的后防绝对稳固 伊亚高艾斯伯斯 史泰兰特拿成 甘卡路伯辛西亚和加比维加等攻击手都有过入球 他们绝对是此行切尔达迎波关键 更为有利的是 切尔达最近二次交手马略卡军能力于不败之地 其中最近一次交手 切尔达取得4比3的胜利 能够赢下对攻大战队切尔达提升自信心 有着极大的意义 本轮看好切尔达能够顺利迎波 谢谢你的收听 麻烦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